花莲回南狮子会在远来饭店举办了第17、18届的会长交接典礼 新任第18届的会长何薇翰 他表示未来会秉持着历届回南狮子会会长的公益精神 同时也把事业的创意带进狮子会的会晤当中 为回南狮子会的服务更多需要帮助的弱势族群 回南狮子会成立在2003年 当时是由创会长王廷生教授与20多位年轻精英所组成 在母会第一狮子会时任总监的邱兆坤董事长辅导成立 回南狮子会以十足发扬狮子精神贡献社会 系任的第17届会长郑芳远 除在会晤中分享企业经营理念 他也感谢回南狮子会给予他的磨练 在这一年当然有一些心得 我觉得我的心得是狮子会 是一个很好学习的电台 无论是对外的为人处置 或是代行街舞 或是对面的个人修为 稳健烈烈 都能够得到相对的成长 而增长智慧 这一点来感谢我的会 所有师兄跟师长 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郑芳远表示回南狮子会 服务社会成绩斐然 也谢谢创会长王廷生教授给予的机会 也因为有各界会长以及全体师兄师嫂的同心协力 才能够将会晤稳健发展到现在 新任第十八届会长是何威翰也表示 将持续花莲回南狮子会的精神 每年回南狮子会在暑假 都前往花莲偏乡国小发送文具书包 体育用品给当地的弱势儿童 尤其是从幼稚园毕业要升国小一年级的小朋友 每年只要学校申请 回南狮子会一定将全新的就学用品送到小朋友的手上 让花莲县偏乡学童不能输在教育的起跑点 记者林杰收风箱 采访报道